我是一位霸总夫人,此刻我有些害怕,因为我刚刚得知我的霸总老公有个感情很好的青梅竹马,我的肝,我的肾,以及我的眼角膜突然开始隐隐作痛。 我突然觉得,一个离了婚的,平庭无奇的富婆,这个人设很适合我。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同时,我还有另外一种身份,那就是霸总的契约小娇妻。 一个月前,我的霸总老公季寒年找到我,以一千万的价格,聘请我当他的契约小娇妻。 作为一个除了不会演戏,其他也什么都不会的扑解演员,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拒绝。 于是我答应了,我和霸总玛丽的领了证,但是在签合同的前一秒,霸总出差了。 我看着他坐着直升机扬长而去,痘大的泪滴滴落到地上。 我声嘶力竭地哭着,发疯似地追着那架直升机, 记寒年,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记寒年,你带我走吧,记寒年。 直升机缓缓离去,我跪在地上气不成声,你他妈的走就走了, 倒是先把钱给我呀。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同时,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一个穷批。 为了成为霸总的契约小娇妻,我用全部身家赔了违约金,毅然退圈。 此刻霸总出差了,而我,除了眼前这座豪宅以外,身无分文。 庆幸的是,霸总夫人的身份起了作用。 一大群贵妇得知我嫁给记寒年的消息,纷纷拥上门来,请我去喝下午茶。 我蹭吃蹭喝了二十多天,听到了记寒年和他的小青梅,无数版本动人心魄的成长故事。 我突然意识到,契约交期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万一记寒年一不小心爱上我,他的小青梅再因爱生度,把我搞死怎么办? 金钱虽可靠,活着最重要。 当然,这不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没买过一次单,所以我被贵妇下午茶除名了,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没有我亲爱的下午茶,我该怎么熬过霸总不在的这些漫漫长夜。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终于,在我饿死之前,我亲爱的霸总终于回来了。 可她没有回家,反而先让她的秘书小张给我打了电话,夫人,总裁一会回来吃饭,你好好准备一下。 可是,我就说了这么两个字,小张就匆忙地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和我口袋一样空的冰箱,有些纠结,霸总比较喜欢西北风,还是东南风。 最后,我还是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季寒年走进门,看着桌上满满当当的摆设,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在她期待的注视下,我拿掉了扣在上面的空盘子,露出了底下的空盘子。 季寒年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神经病。 热情好客的我,当然不会让气氛就此冷下来。 我将桌子上的十几个空盘子一一解开,热情地招呼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纪总你别客气。 季寒年看着我,脸色逐渐变黑,怒念,我看起来,是可以和你玩过家家的人吗? 我微微一正,对着她露出亲切友好的笑容。 纪总,我看起来像是可以当劫匪的人吗? 季寒年躯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肉眼可见的迷茫。 我笑容亲切地追问,你一分钱都不给我,我还能去菜市场抢不成。 季寒年一顿,随即露出了然的神色,她倾咳了一声,神情略微有点尴尬,一会我就让张秘书把钱转给你。 我脸上的表情,瞬间从音转情,这哪里是霸总,这分明是我的金主爸爸。 只是,我守着银行卡的余额,看了一整天,当它从一块六毛八变成两千一百四十九块一毛四的时候,我还是愣了愣。 我想了半天,忍不住给小张发了消息,问他,季总在吗? 小张回,在的,夫人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要告发总裁秘书小张,客扣总裁夫人生活费。 小张回,夫人,这是总裁根据周围菜市场的价格和您来回的距离精确计算出来的金额,不会有错的。 另外,总裁让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他每天都会回家吃饭。 我沉默了半天,给小张回了六个点,最后,我还是没忍住,问他,你觉不觉得,祭总他的小青梅不回来,是有原因的。 小张也给我回了六个点,我继续说,有些人,他活该单身。 小张回,夫人,求放过,我还想多干几年。 而我,此刻只想冲到小张面前,狠狠地揪住他的衣领告诉他,认清现实吧,跟着这种周八皮,你这辈子都不会有钱的。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一个穷疯了的霸总夫人。 为了报复季寒年的周八皮行为,忍无可忍的我,给季寒年做了一桌子的青菜。 季寒年握着刀叉,优雅高贵,吃得十分淡然。 终于,在我连续做了一个月的青菜后,季寒年终于忍不住了。 他放下手里的刀叉,优雅地擦了擦嘴,慕念,你想减肥,也不用如此操之过急。 此时的我,这一副苦大情深的和盘子里的青菜奋斗,吃了一个月的水煮青菜,我除了头,哪哪都是绿的。 我听到季寒年的声音,恍惚地抬起头,你说啥? 季寒年一本正经地重复道,你胖是胖了些,但是减肥这是急不来的。 什么鬼,老娘一个月拿着两千块钱,陪吃陪喝就差陪睡了,你居然敢说老娘胖? 是老娘拿动刀了吗?好吧,我确实拿不动了。 最后,我强压下把盘子里青菜甩他脸上的冲动,悠悠地回他,不,我这是为了暗示你。 季寒年脸色一黑,冷冷地问,暗示什么? 我说,只得两千块的周八皮,不配吃肉。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一位苦逼的霸总夫人。 因为在霸总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对霸总进行伙食虐待,我成功遭到了霸总的报复。 不但拥有了给霸总做一日三餐的殊荣,还获得霸总独家手磨咖啡师称号,就是说,我真的会谢。 当然,霸总也不总是这么无情,比如此时此刻,我挂着职业假校,挽着霸总坐在慈善晚会的现场。 在我对着一堆昂贵小典型摩拳擦掌的时候,霸总冷着脸,淡定地举了下牌子。 下一秒,台上主持人温婉的声音传来,感谢继总为本次活动捐赠的两千万。 我抬头,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上那个名为买南极冰山送去救助北极熊的工艺项目。 我感觉,我误了,原来霸总的钱这么好挣。 思索片刻,我小心翼翼地扯了扯霸总的袖子。 纪总,我这有个特别有资助意义的项目,你要考虑一下吗? 纪寒年看着我,神色意味不明,半晌后,她终于开口了,叫老公。 我无语,笑死,区区几千万,就想让我放下我的尊严吗? 然后转头,老公,我是一位霸总夫人,我发现霸总她可能有中风的前兆。 就在我忍辱负重地叫出那两个字后,纪寒年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扭曲且诡异。 当然,霸总的自控力,让这些细微变化一闪而过,只是由于本人实在冰雪聪明,所以及时发现了。 我看着她,微微扭曲的脸,想了半天,还是将那句抽风是可以制的,去医院看看把咽了回去。 她说,说吧,什么项目? 我愣了愣,满眼期待地看着她,成年师族少女拯救计划。 纪寒年看着我,满脸问号。 我暗戳戳地解释道,就,帮助一个为了肮脏金钱,玷污纯洁爱情的师族少女。 听我说完,纪寒年露出了然的神色。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缓缓吐出几个字,纪太太,你现在可不是少女了,是少妇。 扎心了老铁,我用金钱贩卖青春的勾当,怎么可以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最后,我捂着胸口,决定出去静静。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就在刚刚,我被霸总狠狠地羞辱到了。 我看着月亮和月光,啊不,是月光下的霸总秘书,聊起了天。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小张没有理我。 我又叹了口气,小张还是没有理我。 我又又叹了一口气,小张依旧没有理我。 在我叹了无数口气后,我忍不住先开口了,有没有人说过,你很不会聊天? 小张一脸迷茫,夫人,我还没有说话呀。 我暴怒,废话,你话都不说,老娘怎么主动和你聊? 小张一脸受叫,语气平淡,哦了一声。 我咬牙切齿,问我一句你怎么了,会让你少活两年吗? 小张满脸醒悟,语气敷衍,哦,所以,夫人你到底怎么了? 呃,虽然很敷衍,但是毕竟问了,我竟无从反驳。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一位被伤透了心的霸总夫人。 此刻,我正蹲在马路边边,和霸总秘书聊着天。 我说,娶我他只给一千万,就个熊,他拿两千万。 小张说,哦,在我的拳头距离小张脸颊只有一厘米的时候, 小张冷漠的外壳终于碎裂了。 夫人,我错了。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小张与其试探,总裁他,真,过分。 我颇为认同地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小张与其平静,总裁他真霸道,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不和夫人您商量一下呢? 我向小张投去赞赏的眼神,果然,女人有意地开始, 是从吐槽同一个人开始的,男人也不例外。 最后,小张在我的眼神鼓励下,逐渐放肆。 总裁他就是个使径,一天到晚地压榨我, 电话不能关机,消息必须秒回, 电话响铃三声必须接听, 24小时随时待命,大半夜的还得随叫随到。 秘书这工作,真的不是人干的, 又累又穷不说。 总裁心情不好就扣我工资,下雨了扣我工资, 啥也不干也要扣我工资,反正就是一言不合就要扣我工资。 我给总裁当秘书三年了,现在返欠公司五十年的工资, 就因为这,我女朋友上个月把我甩了, 相亲网站一看我是总裁秘书,连我的简历都不收。 我看着眼泪汪汪的小张,忍不住开口安慰她, 没有关系的,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 她不要你的房,不要你的车, 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小张听着我的描述,眼里生起稀迹的光, 我继续说,当然,她也不要你。 好吧,我的错,小张哭得更大声了。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就在刚刚, 我把霸总的民主欺负哭了。 为了安慰她,我稳重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想哭的时候就四十五度仰望天空, 这样,眼泪就不会掉下来。 看着小张怀疑的眼神,我决定亲身掩饰。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当我仰头与黑脸霸总对视的时候, 我就知道,今晚,我怕是活不过去了。 小张学着我的样子,抬头看天,然后将注。 当然,小张他比我不要脸, 他瞬间反应过来,闪到了季寒年身边。 他义愤填膺地指责我, 夫人,你怎么能这样说总裁, 他是为了做慈善,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他? 我一脸受伤地看着小张, 眼眶湿润,原是我不配, 一番真心中是为了狗。 当然,季寒年也没放过小张, 他缓缓开口,扣半年工资。 于是我笑了,小张哭了。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今天,我的霸总老公失脸了。 我看着霸总小青梅回国的热搜, 又瞅了瞅热搜上那辆 猛闯了十几个红灯去机场的豪车, 不由地笑出了声, 我知道,我离离婚不远了。 但是,看着许久没有动静的手机, 我突然开始担心, 霸总老公不会因为闯红灯被拘留了吧。 想到这, 我决定为我的离婚事业贴一把火。 我睡衣都没换, 蓬头垢面地冲到了警察局报案, 我老老公失, 踪了。 话音刚落, 警察就一脸没难地看着我, 季太太,你冷静一下, 你这样一直笑, 我没办法做笔录。 我有些尴尬地摸了摸头, 说道, 可是,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呀。 最后, 警察纠结了半天, 有些犹豫地建议道, 要不, 您看看今天的热搜。 我掏出手机, 然后惊讶无嘴, 泪洒当场, 掩面离去, 整个过程, 一气呵成。 回去后, 我登陆尘封已久的微博账号, 默默发了条微博, 有人在酒店, 嘴都青烂了, 有人还在凌晨四点, 海棠花未眠。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等待离婚的霸总夫人。 在我的一番操作下, 季寒年出轨被我拾锤的词条爬上热搜, 可该词条爬上热搜不到一小时后, 季寒年回来了。 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得出了个惊人的事实, 季寒年他, 不行。 在我还未来得及同情他时, 他就冷着脸, 生硬地将手里不仔细看, 完全看不出来是蛋糕的蛋糕, 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看着那类似于翔的物体, 面露难色, 果断拒绝, 我减肥, 不吃。 季寒年一言不发, 就那么站在我面前, 一动不动。 我看着他紧动的唇线和钻着衣角的拳头, 突然想到, 霸总好像都有躁狂症, 我这么明目张胆地拒绝他, 他会不会揍我? 就在我懊悔没有摆个摄像机拍下霸总家抱我的名场面时, 霸总缓缓地抬起了手, 放下了一份离婚协议。 是的, 离婚协议。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就在刚刚, 因为我不吃响, 惨遭霸总离婚。 在大脑反应过来之前, 我的身体率先行动了。 我演示好眼里快要溢出来的愉悦, 以一副死了亲爹的悲伤状态, 跌坐在季寒年面前。 道理我都懂, 若是我表现得过于欢喜, 季寒年肯定会后悔, 转而爱上我。 哦, 我的天哪, 那也太恐怖了吧。 我在狂描了季寒年手里的离婚协议书十几遍以后, 我终于按捺住了内心的狂喜, 勉强地挤出几滴眼泪来。 季总, 为什么突然要离婚? 是我做错了什么呢? 哦, 我的仙女教母呀, 此时此刻, 我已经败倒在自己精美的演技之下了。 那精心设计的瘫倒在地的优雅姿势, 那珍珠一样粒粒分明的眼泪, 淡咬着唇, 难过又倔强地坚强模样。 哦, 我的天哪, 怎么会有我这么完美的女子? 季寒年转着裙, 冷漠地吐出一句, 她回来了。 她, 我突然大脑短路了, 霸总的白月光叫什么来着? 哦, 好像想什么丝, 萝卜丝, 白菜丝, 还是青菜丝来着? 不不不,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回来了。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老娘要解放了, 要拿一笔巨额的分手费了。 我已经想好离婚以后, 我要抱扬几个小白脸了, 痘大的眼泪, 滑得从我嘴角流了出来。 我故作不舍, 小心翼翼地哀求她, 季总,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来吧, 义正词严地拒绝我, 冷漠地把一千万甩在我的脸上。 她说, 好, 哦, 这干净利落的声音。 接下来, 她就会为了尽快离婚, 给我提供巨额离婚财产, 而我就会从此成为妇婆, 包养极皮嫩魔, 走上人生巅峰。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 我无可奈何的戏码才演到一半, 台词都还没说完, 就突然愣住了。 她刚刚说了什么? 哈哈, 一定是我幻听了, 对吧? 我愣愣地看向她, 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 刚刚说什么?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差点就成功离婚的霸总夫人。 我看着季寒年冷漠的俊脸下强压的笑意, 突然有点想揍人, 想揍她, 也想揍我自己。 妈的, 婚没离成, 霸总还砸手里了。 我马里地擦干了眼泪, 端庄地站了起来, 季总, 刚刚我和你开玩笑呢? 我一边说着, 一边去拿季寒年手里的离婚协议。 季寒年察觉到了我的动作, 眼里泛起一丝笑意。 是的, 是笑意, 不是杀意。 他说, 其实, 我刚刚也是开玩笑的。 听到季寒年这么说, 我终于松了口气, 可那口气最终还是没呼出去。 在季寒年把手里的离婚协议撕成碎片的时候, 那口气卡我喉咙里了。 我看着季寒年, 脸气成了猪肝色。 最后, 侥幸没死的我, 忍无可忍地质问他,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那一千万? 季寒年睿智的, 眼神看向我, 语气十分无辜, 什么一千万? 什么, 著名霸总当众毁约,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我被他气得语无伦次, 手指颤抖地指着他, 你, 你, 我把你当霸总, 你居然对我用杀猪盘。 当初合同里不是说好了吗? 我和你结婚, 离婚的时候你给我一千万。 季寒年像是看傻子似的看着我, 问, 合同里是这么说的没错, 可是你签合同了吗? 我愣住, 乖乖摇头。 季寒年又问, 那我给你钱了吗? 我又摇了摇头, 见此情形, 季寒年一本正经地问我, 看, 合同你没签, 我也没给你钱, 是不是很合理? 合理是合理, 但是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身陷杀猪盘的霸总夫人, 在意识到被霸总骗了以后, 我当场痛哭流涕。 霸总为了安慰我, 热心地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你看哈, 就算你现在把合同签了, 也只能拿一千万, 但是, 如果你不和我离婚, 我的身家就有一半是你的, 甚至, 等我死了以后, 身家全部都是你的, 霸总的饼画得好大, 我根本吃不下, 最后, 我还是同意了, 毕竟不离婚, 我还有霸总画的饼, 离了婚, 我连画的饼都没有, 见我答应, 霸总欣慰地点了点头, 眼里再次涌上笑意, 是的, 是笑意, 不是什么三分凉薄, 三分讥讽和四分漫不经心, 下一秒, 我挡住了他靠近的唇, 义正词严地告诉他, 这是另外的价钱, 霸总就是霸总, 俩受得了这份气, 直接一张黑卡放在了我的手里, 就, 三斗你不可折腰, 但是黑卡可以,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同时, 也是尊贵的黑卡持有者, 当然, 只是卡的持有者, 并不是密码的知情者, 在被纪寒年的一张黑卡 瞇了眼之后, 我被他忽悠了, 我站在舞蹈培训中心的门口, 十分怅然, 来监督我上课的小张, 也十分怅然, 夫人, 没有哪家秘书, 来监督是要穿芭蕾舞裙的, 而且, 你上的不是交际舞吗? 我用绝望的眼神看向身穿白色纱裙的小张, 无情地告诉他, 老子愿意, 老娘就喜欢一边学交际舞, 一边看小天鹅, 最后, 小张妥协了, 我被舞蹈老师的拉伸动作压得呲哇乱叫, 小张随着我痛苦的哀嚎翩翩起舞, 如果哀嚎的不是我, 我愿称之为艺术, 但, 很不幸, 现在, 我只能称之为案发现场,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被炼废了的霸总夫人, 课间休息时间, 我和小张纷纷脱离倒地, 我看着精疲力竭的小张, 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我们逃课吧, 小张眼神忧怨, 说出来的话更是恶毒, 夫人, 这刻三万块一节, 此话一出, 汗水与泪水混杂从我的眼角流下, 我流的不是泪, 是血汗, 我问小张, 纪寒年为什么要让我来学这种死贵死贵又折磨肉体的培训班, 是为了杀人诛心吗? 小张诚恳地告诉我, 总裁的每双鞋都很贵, 踩过了, 就穿不了了, 哦, 原是我高攀了, 此刻, 我的脑海里, 突然冒出了一个儿童不移的想法, 那就是让纪寒年带倒在我的大裤衩下, 然后踩着他的高定皮鞋, 让他告诉我黑卡的密码到底是啥,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爱做梦的霸总夫人, 可惜, 我还没弄到银行卡密码, 就来了一位不素质客,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从陆航就捅我不对付的小胡咖琴碎, 而他, 也正是那位用弱智公益项目忽悠走了纪寒年两千万的大聪明,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语气里满是嘲讽, 哟, 拍上高知了果然不一样, 这么贵的私教客都舍得来上了, 我睁眼瞥了他一眼, 毫不在意地回, 我老公有钱, 我老公乐意, 琴碎气的跺脚, 狠狠地指着我骂道, 木念, 你别得意得太早, 你真以为嫁给纪寒年就高枕无忧了, 我告诉你, 严小姐已经回国了, 他们俩才是天生异对, 马上你就会被纪总扫地出门的, 我看着他, 一下子也来了气, 气的手指都扭曲了, 倒不是被那些话气到的, 主要是因为这玩意跺脚的时候, 踩我手了, 我拖着痛得不能伸直的手, 像地鸡爪子似的试图指着他, 小张, 给我掌烂他的嘴, 小张文言面露难色, 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嘀咕, 夫人, 他脸刚上一千万的保险, 咱好像打不起, 我回头看了琴碎一眼, 若有所思, 虽然他三观不正, 五观也不太行, 但是好像确实不应该自暴自弃, 出于同情, 我放过了他, 绝对不是因为我赔不起一千万, 我是一位爸总夫人, 此刻, 因为身受重伤, 不得不放弃了我热爱的舞蹈事业, 回家休息, 可当我刚推开浴室门, 进去洗澡的时候, 爸总回来了, 季寒年的视线, 从一见面就停留在我包成砂锅的手上, 就在我害怕他发现我故意逃课而担惊受怕时, 季寒年开口了, 你手不方便, 要我帮你洗澡吗? 这是什么流氓发言,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 片刻之后, 我误了, 我问他, 你喜欢玩水吗? 季寒年俊脸一红, 害羞地表示, 还行, 嗨, 这不是很正常的是吗? 我也不知道他在害羞什么, 于是我主动开口满足了他的愿望, 那你去把碗洗了吧。 季寒年盯着我, 神色有些复杂, 我知道, 他心里该是很感动, 没想到我会这么谅解他, 可是, 他边脱衣服边向我走来的架势, 怎么那么像是想恩将仇报, 我避之不及, 被他推进了浴室, 原来, 霸总除了是个周八皮, 居然还是个白眼狼,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被糟蹋了的霸总夫人, 万万没想到, 在被霸总吃干抹净的第二天晚上, 我见到了他的小青梅, 当时, 我被迫带着我被折腾的, 险些断掉的老妖, 出现在了某不知名的宴会厅里, 等一名媚的女子挽着季寒年的手, 毅然地走到我面前时, 我才注意到, 那横幅上赫然写着, 欢迎颜思思小姐回国, 哦, 原来是这个丝呀, 从前是我误会了, 我不由得向她投去愧疚的眼神, 她的眼神好像有些迷茫, 倒是一旁的季寒年, 脸色突然黑了起来, 我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黑脸霸总, 不禁想问, 这就是传说中的白月光效应吗? 昨天晚上还叫人家小宝贝, 今天就挽着别的女人, 对老娘演穿剧变脸, 阿呸, 渣男, 当然, 他们俩没空搭理我, 在颜思思和我简单打了招呼以后, 他俩就被一旁的不知道什么总招呼走了, 离开之时, 季寒年会暗不明地看了我一眼, 我干, 突然脖子一凉, 什么意思, 不是这憨批玩意叫我来的吗, 这样看老娘干什么, 难不成是怀疑我会伤害颜思思, 我心里担忧极了, 焦虑地往嘴里塞了几块精巧的糕点,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怕死的霸总夫人, 在我噎得险些被送走的时候, 旁边突然递过来一杯红酒, 我脑子里不断闪过那些下药, 陷害的卑劣手段, 奈何, 手比脑子快, 脑子还没考虑完的时候, 酒已经喝完了, 还活着, 应该问题不大, 等我回过头时, 发现刚刚给我递红酒的美男, 突然温柔地看着我, 阿泪, 这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传说中的男儿吗, 哦, 怎么办, 马上, 这个男人就会因为我的不拘一格而爱上我, 爱得不可自拔, 甚至妄图和季寒念竞争, 哦, 我的天哪, 这也太恐怖了吧, 虽然她长得不错, 但是老娘独美, 我满怀愧疚地看向她, 今晚, 我终究是要伤害这个爱我的男人了, 我对她说, 抱歉, 不约, 男子看着我, 一脸黑线地吐出几个字, 季夫人, 这打招呼的方式可真独特, 诶, 她竟然不搭讪, 那这好看的玩意找我干啥,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迷茫, 她轻笑一声, 自顾自地说, 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是季总的发小, 许凤,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被有钱人优良的基因震惊到了, 我上下打量了许凤一番, 刚准备夸她长得人模人样的, 结果就对上了季寒年杀人似的眼神, 干, 她为什么还在用这种眼神看我, 下一秒, 她是不是要披头盖脸地指责我, 说我配不上她的发小, 让我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哦, 我的仙女姥姥呀, 到时候我该怎么优雅地流泪, 该怎么优雅地跌倒, 哇哦, 又是毫无防备的一天, 最后, 我还是被季寒年侮辱到了, 因为她在众人的注视下, 送了严丝丝一颗钻石, 好几百万的那种, 干, 她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那不该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吗, 是不是别人不生气, 就把别人当傻子, 我对上季寒年看过来的目光, 冷冷地别开了头, 在我冲出宴会厅的时候, 季寒年好像准备过来追我, 哦, 一定是我的错觉吧, 每人在怀, 她又怎么会在意我,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正准备化身落跑甜心, 然而, 我还是没能成为霸道总裁的落跑小娇妻, 我蹲在马路边, 看着开走的出租车, 突然感觉有点心酸, 季寒年给我的生活费, 成功拦住了我这一月光族, 夫人, 回去吧, 外面冷, 我回过头, 发现小张站在我的身后, 想到小说中的霸总, 因为在讨小娇妻也迁怒于小秘书的戏码, 我不由得心软, 跟着小张回去了, 哦, 我实在是太心软了, 绝对不是因为我没有打车钱, 想来我刚刚夺门而出的姿势, 应该不怎么优雅, 季寒年怕是会怪我, 小张眯着眼看我,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夫人, 您能不能把门框放下再说话? 好吧, 我承认, 轻易不要夺门而出, 不然可能要赔门, 我把举在头顶的门框放下, 递给了小张, 我有些担忧地问他, 小张, 你说季寒年会替我赔这个门吗? 我没钱, 许是我哭穷的样子太过凄惨, 小张扶额, 好像有些无奈, 夫人, 总裁他很大方的, 噗, 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善良的霸总夫人, 我感觉,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会快乐了, 因为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我随口一问, 小张, 你一个月多少工资呀? 小张腾腾一笑, 不到十万吧? 我眼神轻蔑, 语气嘲弄, 说吧, 三千几。 小张又是腾腾一笑, 五六万的样子吧? 我脚底一滑, 险些跌倒在地, 小张慌忙腾出手来扶我, 我死死抓住他的手, 认真地盯着他, 小张, 我们私奔吧。 小张脸色一正, 砰的一声, 手里的门框掉到了地上, 夫人, 咱们都那么熟了, 可不信前规则这一套。 看着他双手护胸的防备模样, 我突然有点失落, 唉, 我果然是个没有魅力的女人, 我不死心地追问, 真不行吗? 小张疯狂摇头, 满脸拒绝, 真不行。 我满脸失望地回头, 然后就对上了 季寒年黑得像炭一样的脸, 还有许凤 维持着打电话的滑稽姿势。 看了一眼地上的手机, 我就说嘛, 刚刚能框落地的时候, 明明响了两声。 季寒年冷笑着问我, 你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企图私奔, 哦,不, 追求真爱的霸总夫人。 当然, 最后我还是没能和小张私奔, 当我被季寒年 黑着脸扯回家的时候, 小张就被他扔在马路边了。 车停在了别墅口, 我甚至都没有反抗的机会, 就被季寒年扛在了肩膀上。 为了防止被揍, 我乖乖地趴在季寒年的肩头 一动不动。 结果, 我还是被揍了。 还有气眉, 季寒年的语气十分不悦, 倒也不是听出来的, 而是从他拍我屁股的力道里感受出来的。 我双手护住自己的屁股, 内心的小人早已跪地痛哭流涕。 果然, 小说里面都是骗人的, 我明明就没挣扎, 还是被揍了。 当季寒年把我扔在床上, 俯身压下来的时候, 我突然有些反胃, 不要误会, 并不是被他恶心的, 当然我也没有怀孕, 我只是被他挂在肩膀上晃的。 但是, 季寒年好像误会了, 他表情一致, 眼底透露着些许震惊, 说了一声操, 而后面无表情地将解开的衬衣扣子又扣了回去, 转身给家庭医生打去了电话, 恢复了高冷的巴总模样。 我看着他生气的样子, 突然想说些什么来缓解一下尴尬, 就说道, 不要讲脏话。 哦, 我的耐克露露呀, 气氛更尴尬了。 我在季寒年越来越冷的眼神凝视下, 可怜巴巴地缩在了床的一角。 他伸手抓住我的脚踝, 将我拽到了面前, 俯身压了下来, 动作却轻柔了不少。 悟念, 你肚子里都有我的肿了, 你还想和别人私奔? 我一脸疑惑, 肿, 什么肿, 我他妈是你家的一块菜地吗? 最后, 大半夜被迫加班的家庭医生 匆匆感癌, 在一番巨细无疑的检查之后, 一脸古怪地对着季寒年来了一句, 总裁, 以后让夫人少吃点吧。 干, 你骂谁饭桶呢? 目送医生离开后, 我看着季寒年失望的眼神, 又心虚地往后缩了缩。 这总不能怪我了吧, 是他自己误会的。 最后, 季寒年确实没误会, 他再次俯身将我压在身下, 嘴里喃喃道, 我帮你消化消化。 阿呸, 禽兽,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一位拥有两张黑卡的霸总夫人。 是的, 两张。 清晨睡醒, 霸总早已没了身影。 我看着床头静静躺着的黑卡, 总感觉像是某些非法交易现场。 不过不同的是, 交易者用的是批发来的塑料。 是的, 这张黑卡依然没给密码。 这霸总夫人, 谁爱当谁当, 我是一分钟都当不下去了。 于是我约见了季寒年的小青梅, 结果人刚出门, 就被麻袋套了头。 等我睁开眼的时候, 手脚已经全部被绑住了, 而身旁, 正是我约见的小青梅。 我看着颜思思, 颜思思也看着我, 是的, 我们俩一起被绑了。 就在我思考这种极限二选一的名场面, 既寒年是会选颜思思, 还是选颜思思的时候, 颜思思率先开口了, 雇你们的人给了多少钱, 我出双倍, 把我们俩放了。 绑匪目瞪口呆地看着颜思思, 似乎有些震惊, 我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没有说话, 毕竟她有钱, 但我没有。 当然, 接下来的一分钟, 颜思思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有钱。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看着霸总的小青梅和绑匪讨价还价, 我突然感觉,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颜思思说, 三倍。 绑匪回, 不。 颜思思又说, 四倍。 绑匪说, 不。 颜思思继续, 五倍。 绑匪偷偷无可奈何地大吼, 不用那么高, 两倍就够了。 此刻, 我的表情, 和一片里的绑匪小弟一模一样, 小弟说, 大哥, 你这样干, 我们的职业操守怎么办? 绑匪大哥看了他一眼, 神色傲然, 不乱收费, 就是我们最好的职业操守。 我懂, 不是他们没道德, 都怪颜思思给的太多了。 最后, 霸总终究是没有机会参与到, 就老婆还是就小青梅这生死问答环节。 就在绑匪小弟给我俩解绳索的时候, 仓库的大门打开了, 门口, 一个高大俊朗的身形, 逆着光, 就愣站在那里。 然后,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颜思思甩开手上的绳索, 扑进了他的怀里, 然后, 嗯, 激情热吻。 此时此刻, 我就像走在路上的一条狗, 无缘无故被人踹了一脚。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激情热吻的俊男靓女, 突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季寒年绿了, 被自己的发小。 就在我纠结该不该把这时告诉季寒年, 顺便思考自己被裂口的几率有多大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轰铃声, 慕念。 哦, 或修罗厂, 就, 霸总的出场技能都是带闪现的吗? 我僵硬地转过身, 意外注意到, 季寒年似乎还没有注意到那边的颜思思和许凤。 在思考了0.01秒以后, 我来了波川剧变脸, 用一种无比例外的语气, 冲向了季寒年老公。 冲进季寒年怀里时, 我感受到了季寒年的僵硬。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正在替霸总的小青梅掩藏奸情。 在我以身色诱的努力下, 颜思思和许凤的奸情终究没被季寒年发现。 然而这样的代价就是, 我获得了和霸总小青梅同款的激情热吻。 一吻结束, 季寒年一脸认真的看着我说, 还挺甜。 好吧, 虽然过程不忍直视, 但是目的好歹是达到了。 等我转身之时, 身后的两人早已隔开十米开外, 保持住了完美的社交距离。 而两位霸总在得知全部的事情真相后, 大手一挥, 多给了十倍的赎金, 我给你十倍, 把雇你的人一起绑了。 我看着他们, 不是很能理解, 有钱人的脑回路怎么都是酱酱酱酱的。 许凤相是看出了我的迷茫, 主动开口解释, 既然要追求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 我脖子突然一凉, 他到底在说绑架的事, 还是在说他和颜思思刚刚的事?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很纠结。 绑架事件结束后, 霸总为了安抚我受伤的小心灵, 回去的路上, 直接带我去某高档上场消费了。 我跟着季寒年身后, 在他一句句的刷卡中, 迷失了自我。 果然, 为女人花钱的男人最帅了, 为此, 我原谅了他当晚的放肆行为。 第二天, 我愉悦地给我的好闺妮小张, 分享了季寒年给我买的奢侈品。 我问他, 有没有很闪, 我老公买的。 小张无语, 说, 我失业了。 哦, 活, 玩犊子了, 闺妮没了。 我说, 护衫吧, 穷批。 小张说, 总裁说让我离你远点, 允许我提前退休, 退休金比工资高一万。 我立马回道, 我觉得, 我们还可以再处处。 小张回, 再见了夫人, 总裁给的实在太多了。 我一脸问号, 看着手机里的红色感叹号, 我陷入了沉思。 失去了我的挚友, 我难过了整整一分钟后, 开始思考, 要不要告诉季寒年他被绿的事实。 最后, 我决定出去转转。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正在霸总公司的楼下, 不要误会, 我只是闲逛, 路过的。 好吧, 我承认, 我故意地, 我决定来打探打探季寒年的口风。 最后, 在前台长腿美女比一的注视下, 我无奈地给季寒年打去了电话。 电话没打通, 下一秒, 我就看见严思思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在众人恭恭敬敬地注视下, 上了车。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 我连忙躲了起来。 看见严思思笑盈盈地离开, 我突然有些心酸, 替身, 终究成不了正品。 纠结了片刻, 我拨通了小张的电话。 是的, 作为总裁夫人的我, 连公司都进不去。 不到两分钟, 季寒年那张帅脸, 就出现在了我面前。 她似乎走得很急, 出现在我面前时, 有些喘息, 还带起了一阵风, 说道, 走吧。 看着季寒年伸出来的修长手指, 我愣了一下, 然后握了上去。 去她办公室的途中, 季寒年将我的手握得很紧, 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是似乎心情很不错。 而我也在一句句的夫人中, 迷失了自我。 办公室的门刚关上, 季寒年就将我抵在了门上。 她将脸埋在我的井窝处, 深吸了一口气, 低声问我, 今天怎么会想到来看我?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季寒年的语气里, 似乎带着一些撒娇的意味。 我摇摇头, 让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头脑中消散, 愣愣地回她, 我有事想问你。 她头也不抬, 依然低着头在我的脖梗处思摸, 像只小狗, 你问, 我说, 如果你发现, 你喜欢的人把你绿了, 你会怎么办? 她猛地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我, 你什么意思? 我突然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害怕地往后缩了缩, 季寒年却将我死死地禁锢在原地。 我久久没有回答, 季寒年好像有些着急了, 用力地捏住我的肩膀, 恶狠狠地问我, 季寒年, 你在外面有人了? 我连忙解释, 不是我, 是。 话还没说完, 季寒年倒是先松了口气, 死死地将我抱进怀里。 季寒, 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我不允许。 这狂拽霸总发言, 突然让我莫名地心动。 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代表, 季寒年, 他也有一点喜欢我? 愣神之际, 季寒年早已将我抱坐在他的办公桌上, 密密麻麻地吻, 有些着急地落了下来。 我开始有些怀疑, 季寒年是不是被下药了? 我有些均树地捂住衣领, 生怕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 还好, 季寒年只是在我的唇上撕磨了一会, 就缓缓地将我松开。 他满脸情郁地看着我, 声音地耳婉转, 我带你去约会吧。 我有些害羞, 红着脸, 动手推了推他, 别闹, 你还要上班呢? 声音一出, 我的脸更红了, 谁来告诉我, 这种羞耻的声音, 为什么会从我的嗓子里发出来? 季寒年侯姐滚动了一下, 整个人好像都有些僵硬了, 不上了, 翘斑。 怎么办, 我突然觉得季寒年有点迷人了,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正在和霸总约会。 季寒年带着我去做了所有情侣都会做的事, 去西餐厅的顶楼吃烛光晚餐, 去电影院看了电影, 去做最高的摩天轮。 其实还是有些不同的, 毕竟霸总都是直接包场的。 季寒年在最高处时变戏法式的变出了一枚鸽子弹钻戒, 真的很大。 在这块碳结晶的注视下, 看着季寒年认真的脸, 我有些害怕, 怕自己会陷进去。 我很想问他, 季寒年别爱别人了, 只爱我一个人好不好。 可最后, 我还是将这句话吞入腹中, 我怕这话一出口, 一切都破灭了。 言丝丝, 自始至终都是我解不开的心结。 我从嫁给季寒年开始, 这个圈子里的无数人, 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我耳边提起言丝丝。 他们说, 季寒年和言丝丝从小青梅竹马, 本就该是天生一对。 他们说, 季寒年和言丝丝门当互对。 他们说, 季寒年的父母都只认言丝丝做儿媳妇。 一切都是他们说的, 我从未见过季寒年做过什么, 可我心里始终有道过不了的坎。 季寒年他从未说过爱我, 而结婚半年, 我也确实没和季寒年的父母见过面。 准确来说, 我们隐婚半年了, 我与季寒年本就有天壤之别, 不过是他在想结婚的时候遇到了我, 而我又足够乖巧罢了。 或许, 相比于这份飘忽不定的爱意, 平庭无奇的富婆身份, 也许更适合我。 而今晚, 我只想忘记一切, 好好地做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真正的季夫人。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在绑架事件后, 我被霸总的小青梅主动约见了。 在踏进咖啡馆的那一刻, 手机却突然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是季寒年。 他严谨一概地问我在哪, 说要找人来接我。 想着应该是让小张来, 我没落多想, 给他发去了定位。 我刚一落作, 眼神就不自觉地 瞥到了严思思手机里正在播放的新闻, 你心情算深夜被绑架, 对方拒绝赎金交易, 并告知一个月后将人送回, 其中到底有何阴谋? 什么?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还是赤裸裸的威胁呢? 就在我思考严思思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我永久闭嘴时, 他主动开口了。 他面色阴沉, 不似出见那日那般温和, 他抬手就把一位老演员放在了桌面上, 只要你别把昨天的事告诉季哥哥, 这张卡就是你的了。 他是在害怕被季寒年发现, 所以, 他们之间的那些传闻都是真的吗? 我颇为无奈地将兜里的两张黑卡 放在了他面前, 脸上写满了生无可恋。 颜思思看了一眼, 略微有些尴尬。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同时, 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那就是霸总推销员。 我开门见山, 你给我一千万, 我马上和季寒年离婚。 颜思思, 微微一愣, 冷漠回绝, 别人的男人, 我不要。 我说, 你给钱呀, 我和他离婚以后, 他就不是别人的男人了。 颜思思眼里透露着三分凉薄, 三分难不经心和四分讥讽, 亲戚保存, 别人不要的, 我也不要。 哎, 这年头, 霸总是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我生怕季寒年砸在手里, 连忙激情肆意地开始了。 嗯, 推销, 季寒年他腰缠万贯, 富可敌国, 还长得倾国倾城, 你俩从小青梅竹马, 一看就是天生一对。 颜思思冷漠地瞥了我一眼, 然后波澜不经地抿了口咖啡, 嗯, 可他有老婆了。 我何德何能, 怎么能成为他们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我心怀期待, 继续发力, 我可以和他离婚。 生怕他再度拒绝我, 我连忙补充, 如果你嫌太贵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折, 八百万怎么样。 看他面不改色, 我咬了咬牙, 继续开口, 五百万, 不能再少了。 就在我说的正起劲, 就差当场要把季寒年送出去的时候, 颜思思突然定定地看着我说, 从你的言语中, 我听得出来, 你不想和季哥哥离婚, 既然如此, 那就, 呼, 小青梅误会了, 生意要凉, 我脖子一凉, 连忙解释, 我怎么不想, 我日思夜想, 我左想右想, 我朝思暮想, 我明思苦想, 我不堪设想, 我奇思妙想。 这时, 许凤不知道从哪里闪现过来, 他憋着笑, 对着颜思思说, 安芝这个老婆可真有意思, 颜思思微微一笑, 确实很有意思, 什么鬼, 我好像那个动物园里的猴,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就在刚刚, 我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许凤搂着颜思思坐下, 挑着没打趣地问我, 你最近很缺钱吗? 呼, 我缺钱这事, 何止是最近? 见我没有回答, 颜思思自顾自地说道, 虽然不知道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但是这些黑卡都是没有额度的, 足够你用了, 说到这事, 我搭落着没, 十分委屈, 可是, 我不知道密码哎, 韩年没有告诉你吗, 他的卡都没有密码, 我看着努力憋笑的许凤和颜思思, 完全来不及尴尬, 直接一整个愣住了, 就, 我守着这么一大笔财富, 我他瞄了居然现在才知道, 当然, 现在知道也不晚, 我默默地伸手, 把桌上的三张黑卡揣进了怀里, 郑重其事地对着颜思思说了句, 谢谢老板, 我会保密的, 至于我为什么三张都拿呢, 我只想说, 防患于未然十分重要, 谁知道万一我哪天和纪韩年离婚了, 那个周八皮会不会挺我的卡呢, 但是, 在我说完这句话以后, 两人脸上的表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了下来, 随后, 两人迅速分开, 保持住了最完美的社交距离, 身后, 悠悠地语气传来, 谢什么? 我僵硬地回头, 看着身后的黑脸霸总, 试探性开口, 谢, 谢广坤, 霸总黑脸加一, 我抱住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自己, 再次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谢大脚, 霸总无语, 皱眉坐下,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正在经历大型火葬场, 季寒年挨着我坐下, 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 赢了俩, 绳收开始的, 我一脸茫然, 什么意思, 这不是第一次吗? 许凤颤颤巍巍地开了口, 似乎有些心虚, 嗨, 就最近呗, 回头再找你算账, 季寒年冷冷地留下这么一句, 然后就拉着我起身离开, 身后, 是严思思和许凤疯狂求饶的声音, 上了车, 我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萌萌地看着黑着脸的季寒年, 下一秒, 季寒年不知道拨通了谁的电话, 严谨意该地说了句, 严叔叔, 严严和许凤在一起了, 季寒年虽然没有开点题, 但是我还是清晰地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咆哮声, 我对季寒年背后告黑状的行为实在比, 懂得到就毁掉, 不愧是霸总, 但是, 心里有些东西, 好像失怀了, 我谴责的目光, 很快吸引了季寒年的注意, 他冷冷地看着我, 语气冰冷, 你就没什么想和我解释的, 解释, 解释啥, 笑死, 我为了钱, 企图把他那里严丝丝这种事情, 打死我都不会承认好吧, 当然, 打不死更不认, 我酝酿了几秒钟后, 双目含泪, 哽咽地看着他, 季总, 你生气了吗,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虽然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生气的话, 我可以给你道歉, 也可以补偿你, 呼, 我就不信, 我都将会委屈成这样了, 他还会为难我, 最后, 我还是低估了霸总的脸皮厚度, 在听完我的这番话以后, 霸总冷漠地韧了一声, 然后问我, 怎么补偿, 我差点就要说请他吃饭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已经在截我衣服的话, 好吧, 受害者本人已经选好了一切, 我只是快任人宰割的鱼肉罢了,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正在玩火, 在纪寒年情欲最盛时, 我推开了他, 我捧着他的脸, 认真的问他, 纪寒年, 你爱我吗, 纪寒年没有犹豫, 爱, 我问, 爱谁, 他说, 我爱你, 我又问, 可以只爱我吗, 纪寒年轻笑了一声, 眼神温柔似水, 从来都只有你, 我疑惑, 那严丝丝呢, 纪寒年看着我, 眼里有些迷茫, 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拿他当妹妹, 再说了, 那小妮子最近才承认, 高中毕业那会, 他就和许凤那小子对上眼了, 看着他认真的眸子, 我选择了沉冷其中, 纪寒年, 我信你, 好好爱我吧, 只爱我一个人, 爱一辈子, 纪寒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无比认真的握住了我的手, 放在了他的胸膛, 感受着他疯狂跳动着的心跳, 沐念, 我喜欢你, 在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 就喜欢了,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这一次是真的,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遭遇了霸总文理最难搞的boss, 传说中的霸总他妈, 大概就是在我和霸总感情, 走上正轨的某天, 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 沐小姐, 我们能见一面吗? 电话是纪寒年的妈妈打来的,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了我的电话, 更不知道他找我干什么, 我心里有些害怕, 毕竟在豪门小说的戏码里, 婆婆实在不是一个正面的角色, 我战战兢兢地瞒着季寒年去见了他妈妈, 在看到椅子上那个优雅的妇人时, 我总感觉下一秒, 她就会掏出一张银行卡拍在我的面前, 一正词严地让我离开他儿子, 事实上, 他确实逃了, 最后, 当季寒年匆忙赶到时, 只看到了拿着巨额财产坐在原地发呆的我, 季寒年问, 妈妈呢? 我说, 走了, 季寒年悠悠地扫过我手里的银行卡, 咬牙切齿地问我, 你答应了? 我点了点头, 一脸无辜地毁他, 没办法, 妈妈给的实在太多了, 季寒年继续黑着脸问我, 所以你就不要我了, 我一脸鄙夷,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季寒年彻底懵了, 我一脸自豪地把卡拍在了桌子上, 一正词严地告诉他, 这是妈给我的改口费, 他说了, 就算你不是他儿子了, 我也还是他闺女, 季寒年愣了一下, 刷地抱住了我, 语气闷闷的, 吓死我了, 我差点以为你不要我了, 我温柔地回报了他, 其实, 我也好怕, 当季寒年的母亲掏出银行卡之后, 我率先开口了, 阿姨, 你把钱收回去吧, 我和季寒年是真心相爱的, 哦, 这老套的傻白甜你主台词, 我也没想到, 我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感觉, 下一秒, 我就会被狠狠地羞辱一番, 可是, 季寒年的母亲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她慌乱地摆着手, 啊,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个人有点设恐, 那臭小子怕我和你处不好关系, 非不让我来见你, 幸好思思那丫头偷偷告诉我了, 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我就是觉得那个臭小子一声不响地和你结了婚, 太委屈你了, 婚礼什么时候补办, 之后再说, 这是给你的一点补偿, 看他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 我更懵了, 啊嘞, 这幅书里写的不一样, 最后, 我翻身浓奴把歌唱, 成功收获巨额改口费, 拿下霸道总裁, 走上人生巅峰,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万万没想到, 在我以为自己征服霸总, 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 传统总裁文套路还是出现了, 正沉溺于和闺蜜小张聊天的我, 突然被霸总老公从身后提了起来, 是的, 小张搞了个娘们兮兮的小号重新加了我, 我一脸迷茫, 问, 干啥? 季寒年一脸严肃, 嘶嘶住院了, 听到住院两字, 我猛地反应过来, 浑身发软, 瘫坐在地, 而后, 我死死抱住了季寒年的大腿, 开始痛哭流涕, 你休想, 打老娘腰子, 最后, 季寒年无数我的哀嚎, 把我拖走了, 到了医院, 许凤早已一脸担忧地等在门外, 他看了看我俩, 一脸嫌弃, 你们俩要秀恩爱, 能不能回家去秀, 我低头看了看四肢, 扒在季寒年身上的自己, 感觉毫无毛病, 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拿着病例走过来的时候, 我越发地紧张, 死死地勒住了季寒年的脖子, 下一秒他会说什么, 患者肾不受损, 情况十分严重, 需要马上换肾, 患者眼角膜受损, 情况十分严重, 需要马上换眼角膜, 我默默地构思了无数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身体也越发地紧张起来, 虽然他还没说, 但是我感觉他们已经在嘎我腰子了, 求生欲总是先行一步, 我在心里默默地给许凤道了个歉, 随后, 我恶狠狠地指着许凤, 大声吼道, 他和严丝丝是真爱, 嘎他的, 医生一脸猛逼地看着我, 许凤的脸上也满是迷茫, 最后, 还是季寒年开口打破了僵局, 悟念, 你是不是想当寡妇?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就在刚刚, 我掩藏已久的后半生追求, 被霸总发现了, 就在我冥思苦想, 到底是哪里出了披露的时候, 低头一披, 看着脸都被我勒成猪肝色的, 戴上了痛苦面具的季寒年, 我默默地放开了手, 我说我怎么有种被嘎腰子的感觉呢, 原来是季寒年正脱不出来, 偷偷地给我下了黑手, 最后, 检查结果出来了, 严丝丝就是出门的时候崴了个脚, 许凤一脸心疼地跑去接他了, 独留我一人, 面对盛怒的季寒年, 我看了看周围退的老远的医生和护士, 突然有点侥幸, 这位置选得真不错, 要是季寒年手中了, 我还可以马上抢救, 我走神之际, 黑眼霸总死死地盯着我, 慕念, 你是不是想谋杀亲夫? 我回归了老本行, 熟练地挤出了几滴眼泪, 老公,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人家, 人家心里那么爱你, 你怎么可以质疑我对你的爱? 事实证明, 小白花这招对于霸总来说, 摆饰不爽, 季寒年在我的一生生老公里逐渐沉迷, 最后心甘情愿地给我道了歉, 当然, 回去之后, 他并没有忘记把我所有的言情小说都扔进了垃圾桶, 我是一位霸总夫人, 此刻, 我已经和霸总结婚三年了, 在这三年里, 我和季寒年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 他也就遇到了一点点什么绿茶白莲花, 也就被下了一次次药, 被泼了一次次水, 而我就更简单了, 我也就被绑架了一次, 这也导致我已经和全市所有的绑匪混手了, 在这平淡的午后, 我熟练地被绑匪请上车, 到了地点, 我熟练地撸着串, 忍不住吐槽道, 你们下次能不能换一换, 每次都是火锅烧烤, 这个月我都胖了三斤了, 我们家老季都快嫌弃我了, 绑匪偷偷客气地对着我笑了笑, 您这说的什么话, 下次, 下次我们一定注意, 随后, 他殷勤地补充道, 不得不说, 自从您和季总补办了婚礼, 我们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 不瞒您说, 今天干完这单, 我最后的这个小弟都要买房了, 我眼前一亮, 后, 生意很不错嘛, 他说, 这还不是您的功劳嘛, 您和季总恩爱秀的太多, 难脸遭人嫉妒, 我就这么听着他的奉承, 撸着串, 终于, 在晚饭之前, 季寒年终于打来了电话, 老婆, 我今天晚上有个会, 就不去接你了, 你让他们先送你回去吧, 我还没说话, 一旁的绑匪偷偷就懂事地开了口, 季总放心, 一会吃完晚饭, 我们就送季夫人回去, 嗨, 又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最后的最后, 霸总的碎碎念, 我是一位霸总, 但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掩藏的沙雕, 当然, 既是集团继承人的身份, 让我的这个身份显为人知, 不过, 我最近有了喜欢的女孩子, 我和她结婚了, 她一直以为是个偶然, 其实, 我早已蓄谋已久, 我在民政局门口出遇她的那天, 就喜欢上了她, 那天, 老季同志把我妈惹生气了, 我妈吵着要去离婚, 我去劝嫁, 正碰上她在那边拍戏, 一眼万年, 回去后, 我连夜把老婆大人的戏都看了一遍, 最后得出结论, 上帝为她开了一扇门, 肯定也会关上她的一扇窗, 作为一个演员, 她除了演技不行, 简直无可挑剔, 为了早日俘获她的芳心, 我找到了作为情场浪子的发小许凤求助, 许凤为了帮我, 找了一群黑粉去黑老婆, 她说, 要让女人心动, 先要让她心碎, 等她跌落谷底的时候, 我再去狠狠地俘获她的芳心, 我信了, 但还是没忍住顶着小号去逛了评论区, 然后就是, 水军一说, 长得真丑, 一看就是整容了, 我一个没忍住, 回到, 丑你大爷, 我老婆她天生丽质, 水军二说, 这腿又短又粗, 就这也敢露出来, 我继续怼, 短你大爷, 我老婆她大长腿秒杀一切好吧, 水军三说, 这脸真胖, 都不身材管理的嘛, 才几天呀, 胖了这么多, 我回, 老婆哪里胖了, 明明就是旁边的演员长得像竹竿显的, 水军恩说, 演技真尴尬, 除了哭戏, 没啥能看的, 我看着屏幕上老婆面露蓝色, 一脸便利的表情, 突然觉得, 有些事情, 确实不好硬夸, 想了半天, 居然无从反驳, 我默默地敲下几个字, 天凉了, 你们公司该破产了, 最后, 我以一己之力, 团灭了整个水军公司, 成功地成了老婆的粉丝头子, 许凤颇为无语地打电话给我, 问我是不是有病, 我只能回他, 爱可以战胜一切, 最后, 我让秘书小张, 一个小时内, 给我想出个和他结婚的办法, 小张想出来了, 他也确实同意了, 但是在他快签下合同的那一秒钟, 我后悔了, 我和他如此纯粹的爱, 怎么可以被合同绑架, 我走的时候, 老婆在后面追了很久, 我就知道, 他也舍不得我, 闪婚后, 心怀嫉妒的许凤告诉我, 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霸道总裁, 像我这种杀雕是没人会喜欢的, 事实证明, 他在放屁, 我老婆明明就很喜欢我嘛, 当年, 许凤还告诉了我一句话, 千万不能给他钱, 像他们这种女孩子, 给他钱就是在侮辱他, 多年后, 老婆得知了真相, 把许凤狠狠地揍了一顿, 场面十分血腥, 丝丝都没敢多看, 只磕完了两盘瓜子, 但是当时年少无知的我, 居然还觉得很有道理, 在我无数次的装聋作哑之后, 我和老婆大人之间, 再也没有了肮脏的金钱交易, 老婆大人看我的眼神, 也越来越情义浓浓, 不过, 最近我很郁闷, 我按时回家, 每天陪他吃饭, 可他, 好像不怎么高兴, 老婆大人做了好多天的青菜, 许凤知道这事后, 悠悠地告诉我, 也许你老婆是在暗示你, 你绿了, 阿呸, 他的单身狗, 什么都不懂, 唉, 老婆大人最近一定为了我, 再进行身材管理吧, 真真是太辛苦了, 我一定要劝劝他, 不过, 老婆大人的腰上, 最近确实软了些, 我很是喜欢, 我劝老婆大人不要减肥之时, 他脸好像黑了, 我想, 唉, 肯定是因为减肥压力太大了吧, 可是, 老婆大人说他没钱了, 虽然不愿意让金钱破坏掉 我们俩之间的纯粹感情, 但是老婆哭穷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怜了, 我又怎么忍心让他吃苦, 所以, 我决定, 最大限度地降低金钱 对我们俩感情的影响, 只是, 在这之后, 老婆大人好像更冷淡了, 我冥思苦想了几天, 却还是没想到, 我到底怎么招惹到他了, 许凤给我准备了一份离婚协议, 他告诉我, 要想知道老婆爱不爱我, 提一次离婚就知道了, 我感觉他在放屁, 最后, 小张打听到, 机场那边有家很好吃的蛋糕店, 他说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蛋糕就好了, 我信了, 所以我去了, 闯了好几个红灯, 最后, 蛋糕买到了, 但是因为开得太快, 蛋糕变得不太像蛋糕, 看着老婆嫌弃的眼神, 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了许凤的话, 于是我和老婆提离婚了, 老婆哭得好难过, 她果然是舍不得我的, 思思最近回国了, 为了不让她破坏我在老婆大人心动的形象, 我打算收买她, 正好, 也可以像老婆的梳理一样, 刺激老婆大人吃吃醋, 结果, 我才一会儿没回头, 我老婆呢, 我那么大一个老婆去哪儿了, 更让我气愤的是, 小张身为我的秘书, 居然敢勾引我老婆, 明天, 哦不, 现在我就要辞退她, 老婆大人刚偶的时候, 我以为我长久以来的努力, 终于有了成果, 结果, 终究是错付了, 深思熟虑了一分钟, 我还是想和老婆生个孩子来拴住她, 老婆做梦都在哭穷, 许凤果然是个单身狗, 完全不懂女人, 我决定不听她的了, 我要把所有的钱都给老婆大人花, 老婆大人被绑架了, 我很生气, 但是老婆主动抱了我, 还叫我老公, 我要奖励她很多很多的包包和鞋子, 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老婆, 果然, 老婆来公司找我了, 头一次觉得顶楼离地那么远, 今天, 是和亲亲老婆约会的一天, 我送了她比给思思还大好多倍的大钻戒, 老婆大人被思思和许凤带坏了, 居然想有我不知道的小密码, 记仇, 我要让他们俩付出代价, 哎, 看来以后还是不能让老婆大人和他们俩完, 那我就委屈一下, 多陪陪她吧, 干, 我妈怎么会知道老婆大人的联系方式, 怎么办, 怎么办, 马上, 老婆大人就会因为不想处理婆媳关系而离开我, 我马上就要没有老婆了, 还好, 老婆还在, 第一次觉得太后也挺通情达理的, 但是, 老婆大人好像真的很喜欢钱, 我一定要多赚点, 变成老婆大人最爱的人, 也别吓死我了,